五码机就是不被格力认可的 就是好比一个人没有身份证一样的 调心码被刮走了 格力是这样的 它的每一个内机或者外机 或者是它的元器件上都有一个条码 格力如果看到是五码机的话 它就不承认这是格力的产品 不享受格力所有的这些三包政策 至于它动了左脚我们不清楚 格力空调浙江区域负责售后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经销商售出空调以后会把客户资料上传到系统 他们会派监理人员上门检查 在杨女士家监理人员发现空调是台五码机 杨女士告诉记者 这台格力中央空调是通过项目经理介绍购买的 对方的店开在萧山新农都市场 就是说是她表妹啊 反正她说你在别人那里也是买 在这里也是买价格一样 杨女士说 中央空调一拖三价格一万七 她先交了七千块钱的定金 发现空调是五码机以后 她也找过对方 她给我解释的是穿区域 她说渔航区不能 不能就是到萧山区跨区域买这个格力空调 它有区域保护的 她这样跟我解释 此前市场监管部门给双方调解过 当时协调的结果是 商家给杨女士更换油码新机 安装完以后杨女士再付尾款 可杨女士说后来店家去她家拆走了空调 却一直没有上门安装新空调 定金也没退 找到这家九亿电器 老板不在 老板娘表示 空调拿过来是有条形码的 也是格力的机器 如果不放心可以去鉴定 但杨女士考虑后提出 自己住在渔航 店家在萧山 她怕今后售后不及时 所以希望能退掉 杨女士不接受 随后记者裴姚女士找到了市场管理办公室 她那个老板不在也在外面 这样子她跟我说了可以退的 那那个那个顾客直接 一会就跟我联系不清 我包包不住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